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法治 物引人序己害心畏 这一个他在问说 人家都讲他的一个用神 一大堆什么 什么金木水火土 几乎都快要全部都有了 几乎都全部都快有了 所以说到底用神是哪一个 很多人都会有这一种迷惘 各位这个东西也讲了很多很多次 也就是说 我们先来看这个大人八字 他这一边 有没有发现到他的一个天干的一个状况 原本雾土克壬水 雾土克壬水来讲的话 用金来通 所以说他刚好天干来讲 他原本应该破财的 结果因为庚金大运 他反而好起来 他成了一个雾土 庚金壬水 这一种的连续情况 那地支他反而出现的是什么 隐木被克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天干财运好 地支官运很差 所以天干地支他们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天干的一个用神 他可以用什么 用木可以 火 土 金 水 他这几个都可以用 可是地支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他就是怎样 要水 要火 这两个 这个是要把他救起来的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在天干来说 其实基本上都可以用 地支来说 假如单单以官运来讲 就是水跟火来帮忙 水跟火来帮忙 所以各位我们就会知道说 其实在八字里面会怎样 因为五行排列的不一样 他所需要的用神会不一样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什么 他所问的问题不一样 他的用神也不一样 所以说第一个用神不一样 原因是因为五行排列的不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因为什么 所问的不同 所问不同 他也会产生不一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常常才会在那边说 我的用神到底是什么 可是往往一到的时候 就会发现到好像又不是那一回事 这个最大的一个重点 就是在于说五行排列的不同 五行深刻不一样 例如天干 你看他需要这样 地支他又是这个样子 所以导致出 可能走一个五行进来 对天干有利 对天干不利 那个对地支不利 他所以说他是两边 天干地支两边要拆开来 第二个 问的问题不一样 例如他假如不关心他的官运 他关心的是什么 他的财运 这个八字来讲的话 很简单 就是他的水 天干几乎全部都ok 地支就是要水 地支就是要水 或者是金也可以 或者是金也可以 所以各位 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对 没错 这个是因为他问财运 他问官运 问官运的话 很简单 荧幕受伤 水跟火 起来就行了 水火起来就行了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说 原来我们所问的这种用神 其实会因为 所问的问题不一样 而有不一样的一种状况 所以为什么大家在用神上 一直在打转 一直在打转 因为一个五行进来的时候 可能对某部分是好 对某部分是很差的 所以才会有这一种情况发生 所以这一点在各位在批八字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去注意 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会流于用神的一个迷惘 结果到最后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的八字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而这也是往往很多人学了八字之后 他反而对他的命更迷惘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人再见 拜拜